昨天下午大连市举行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 截至目前本轮疫情大连市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46例 无症状感染者391例 所有患者均病情稳定 3月20号大连市开展的第二轮全员核酸采样工作 以全部样本检测完毕 检出阳性感染者6例 其中风控区3例 管控区3例 阳性感染者集中在金浦新区和普兰殿区 其他趋势线均为阴性 3月22日 23日连续两日 我是阳性感染者 均从隔离点和风控区中检出 疫情总体可控 开始出现拐点 进入四会面清零的攻坚阶段 大连市将瓦房电市湘州田园城 作为疫情防控大型集中隔离场所和应急储备场址 正在加快方舱隔离点改造进度 本月底将改造完成5000个标准化隔离房间 并具备投入使用条件 位于普兰殿区的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作为方舱医院选址 也已启动建设 本台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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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